我覺得這個部分我倒是覺得 是不是可以請他們把詳細的事實拿出來 我們倒是看到其實整個中央政府 絕大多數的西官包含司法檢調體系 似乎變成民進黨的助選員了 我們看到的包含陳建仁院長不斷的下鄉 釋放力多 在這個部分裡面我倒是覺得恐怕 當民進黨指責新北市政府指責侯侯儀的時候 恐怕自己做得更多而且更過分 因為我們真的看不到新北市政府 除了好好的守護新北市民以外 到底做了什麼不當不對不法的事 補充一下啦 主要就是針對這個賴皮疙的違建 因為新北市市政府地震局都有出來說明 說他那個沒有報稅嘛 然後是幽靈的這個不動產 所以到底能不能去公益信託表示懷疑嗎 因為沒有建造沒有死造沒有報稅沒有權狀的一個建物 那賴政營說要把他公益信託什麼 空的嘛 所以他稱這個叫幽靈 標的啊 到底多少坪數也不知道 然後多高多面積多大什麼材質都不知道 新北市講的是事實嘛 結果最近大家有沒有注意到一個動作 賴政營最近承認說沒有報稅啦 所以去申報稅籍啦 針對這個違建啦 去已經送建了 去申報稅籍 新北市政府說表示歡迎啦 因為違建也要繳稅你知道嗎 要繳房屋稅 這個很多人都不知道 不是繳了房屋稅就會變成合法建物喔 房屋稅是歸房屋稅喔 違建也要繳 違章工廠也要繳 但是並不表示你就會變成合法建物 拆還是會被拆 拆完了以後房屋稅就不用再繳了 因為沒有房子了 所以他最近去報稅 那證明什麼 證明第一個他是違建 不然如果是合法建物一定有稅籍啦 就不用再去申報稅籍嘛 所以第一個證明他自己是違建 第二個證明他沒有繳過稅 他之前都在說謊 所以現在新北市政府說 那你要申報稅籍那要先罰五年 因為你五年內都沒有繳 2003到現在其實不止五年 其實還要應該要往前 在追那一些這個房屋稅 所以他是自證 自己證明自己是違建 自己證明自己是沒有申報稅籍 沒有繳稅 前面都是說謊 這樣是打手嗎 這是把事實釐清而已啦 所以不要這樣子 這個做錯事的人 比那個做對的人聲音還大 這個 有人比較大聲 所以我覺得是 越描越黑啦 你這樣就更證明說 你這個就是違建 那個之前的換你 你的賴金導家 如果今天有拍到特定在幫忙搭訪 如果今天被發現 有兩者被馬賽克 有提出國家提供 當然我覺得在這個部分裡面 我就說我自己擔任憲兵 要是我被派去守 副總統兒子的違建 我會覺得非常的痛苦 而且覺得非常的羞恥 那現在還用馬賽克那個被 被Block起來 我自己覺得 難道我們的憲兵特勤 是見不得人嗎 那國家機器這樣子的來使用 我真的覺得 我上次講啊 真的叫做自取其辱 我再次的重申 我覺得做這樣子的事情 本身就更小 就很丟臉 那現在還想要 用馬賽克來隱瞞起來 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賴清德副總統 跟他相關的國安團隊 到底腦子在想什麼 是腦子進水了嗎 我補充一下啦 其實我們有請過隨父都知道 但是隨父相關的條例 規定 除了維護這個首長 還有申請人的 人身安全之外 不能做其他事 你不能叫隨父 國安人員憲兵或是警察 你的保 保護你人身安全的人去買便當 去送小孩 去買菜 打掃 搬東西 這個是違法的 我們立委 有的人都有請隨父啊 都知道這個規定 隨父不是隨便用的 你知道嗎 就是只有保護你的人身安全 保護你的人身安全 有人要接進來的時候 你要去擋安全 其他不行啊 你不能叫他去買菸 叫他去做什麼 不能去打掃 所以違法 所以才要馬賽克 大家懂了嗎 因為那是違法 你叫隨父去打掃那些落葉 是違法的啦 所以才是要趕快把它馬賽克起來 毀屍滅基啦 淹滅證據啦 這個大家這樣懂了吧 因為那個是違法的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由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對行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天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美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請下集大致 宜充 我喜歡的健康 支持Foodseal feel good 請下集大致 請下集大致